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梦游的症状 当睡得正香的时候 莫名其妙地爬起来 然后做出一系列稀奇古怪的动作 看上去非常恐怖 梦游是一种和鬼压床完全相反的现象 出现梦游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还处深睡状态 但是我们的身体已经醒了 不老人会在一段时间里重复同一个梦境 一件事情梦到次数多了 常常会让人感到恐惧 不过心理学家认为 这是我们的潜意识 在提醒我们那些容易忽视的事情 好多人在做梦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梦中梦的情况 就是在做梦中 梦见自己在做梦 即使突然醒来 还是在梦中 很难分清哪里是现实 哪里是梦境 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预示着我们的身体出问题了 要及时看医生 大家睡觉的时候 还遇到哪些奇怪的事情呢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记得点赞和关注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